为在新庄昌平街71项底 守护新庄昌平里多年的货柜屋钢绍 是平时里内守望相助对志工的重要据点 近来在当地里民热心协助下 变身绿竹钢绍 不仅美化当地景观 而且还可以调节货柜屋内的温度 兼具环保节能效果 为在新庄昌平街71项底 守护新庄昌平里多年的货柜屋钢绍 是平时里内守望相助对志工的重要据点 近来在当地里民的热心协助下 从原先的铁皮屋摇身一变 变成满是绿竹遍布的钢绍 我们有一个民众 他的老家是在花莲 然后他就告诉我说 母亲节他想要回花莲一趟 然后他会顺便载一些竹子来 帮我们把这个钢绍打扮成一个竹屋 所以在过了母亲节之后 他突然就有一天中午 套中道就开始订这个竹屋了 你知道我看了 我真的心里非常非常的感动 热心里民专程从花莲带来绿竹 将绿竹铺在原先的铁皮外表上 因为原来它是一个铁皮屋 那经过这样的一个竹子的搭建 我们在这个里面做工作的时候 或服务的时候 会觉得好像气温降了好几度 感觉非常的凉爽 那再其次呢 当然就是外观上 感觉非常的湿情画意 全新的绿竹铲 不仅美化当地景观 还可以调节铁皮货柜屋里头的温度 未来将以更舒适美观的样貌 继续陪伴着里长跟志工守护昌平里 以上新闻记者林郑杰新庄采访报道